徐夫人一颗心提到了嗓子口 这个时候只要稍稍窜出来一只老鼠 就能把她给吓破胆 她不敢看 只好闭上眼睛 随着徐老爷的牵引往前走 一路上磕磕碰碰 中间偶尔会踩到黏腻的东西 她不敢低头去看 更不敢睁开眼睛 闭上眼睛的徐夫人没有发现 徐老爷若有似无地推着她走在前面 她则是小心翼翼地躲在徐夫人的身后 她这个角度如果远处有雨剑或者暗器射过来 那么徐夫人就成了她手中的靶子 徐老爷瞧着满地的尸体 隐隐觉得有哪里不对劲 可这个时候脑子短路 她根本就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走到院子的中央 徐老爷才停下了脚步 她环顾四周 看了一圈都没有瞧见一个活人 大雪纷纷扬扬地落了满身 视线几乎都被挡住 可她浑身紧绷 不敢放松 生怕有人暗算她 徐老爷对着空旷的驿站大喊 装神弄鬼的做什么 不是要让我们夫妻两个来驿站吗 如今我们来了 你们还不现身 风声呼啸乌也 可就是没有人声 这时候只听得刷的一声轻响 原本灯火通明的院子 灯光骤然消失 与此同时 一道道黑色的影子 开始在院子里晃荡 啊 徐夫人本来就紧绷了神经 此时灯光陡然灭掉 她一个不防备 抱着头尖叫起来 老爷 老爷救命啊 别吵 徐老爷的声音 同样止不住的颤抖 她现在严严有些后悔 不该不听女儿的话 她以为来了 就能直接见到奥尔 可怎么也想不到 一个活人也没瞧见 只看到 这仿佛乱葬刚的阴森恐怖 她听到身后 仿佛有动静 猛的一个转身 啊 只见她身后 和她只有一尺之隔的地方 此时 正静静地站着一个人 那人头发散乱 一身素白色的中医 脸色苍白 眼睛微微适应了黑暗 却见这样一副鬼脸 徐老爷忍不住尖叫起来 对着白影 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滚开 滚开 别装神弄鬼 滚开啊 哟 徐老爷 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得了 竟然这样拳脚相像 身后 一道清凉又熟悉的女声响起 徐老爷陡然回过神来 儿子 他默然睁开眼睛 眼前这个头发散乱的男子 可不正是他的奥儿 徐老爷方才光注意他诡异的造型 却没有注意到别的 此时定睛一看 不禁大怒 他的奥儿 此时脸色发白 双眼紧闭 白色的素衣上血迹斑斑 分明就是受了重伤昏迷不醒的样子 而此时 他的腰间却缠着一条 三根手指并起来粗细的黑色长边 那长边上道刺横生 在夜色中闪烁着冰冷的光芒 长边上的道刺 狠狠地嵌入奥儿的腰间 同时 稳住他身形的 也正是这一根长边 知道不是鬼 是人捣乱 徐老爷的面色瞬间镇定下来 他劈手就要去夺昏迷的徐奥 可林若哪能让他得逞 他手臂一缩 徐奥立马被他腾空抛起 他长边猛地一抖 徐奥就已经落在他脚边的尸体上 啊 奥儿 徐夫人下意识地扑过去 却被徐老爷死死地握住了手腕 他站在满地的尸体里 懊恼地望着林若 林若 你究竟想做什么 就是想让你们受受教训呗 林若漫不经心地 踢踢脚下的徐奥 可徐奥却没有半点响动 他不禁耸耸肩 无奈地摊手 真是不耐打 我不过就是抽了他几鞭子 竟然就晕过去了 比起他先前对我的所作所为 可真的是轻得太多了 抽了几鞭 徐夫人目斥欲裂 他手里的鞭子都是道瓷 只要稍稍地抽打一下 道瓷就会割开身体 皮肉翻飞 就是铁骨铮铮的硬汉 也根本承受不了 更何况 是他的奥儿 徐夫人泪流满面 眼睛发红地 看着倒在尸体上的儿子 大雪纷飞 他穿了厚厚的棉衣 和披风都觉得冷 而他的奥儿 竟然就只穿了一件薄薄的中衣 还受了重伤 他愤恨地抬起头来 目光阴毒 凌若 你究竟想怎么样 你不是要让我们夫妻两个来一战吗 我们也来了 你说你的条件 究竟怎么样 才肯放了我的儿子 可我还没有报复个 还想再抽他几遍 怎么办 凌若挑眉 你 凌若说了 也真的做了 狠狠地踹了昏迷中的徐奥好几脚 他老早就想这么干了 之前知道徐奥对他的背叛的时候 他还没有特别恨他 毕竟男人都是三妻四妾 他忍受不了 那么他就走 当年嫁给他的时候 也不是没有想过这个结局 所以他当时 打了那一鞭子 算是绝了他们之间的感情 那时候 他在气头上 心里想着 要报复 可是如果事后过去了 也不一定就真的会报复 可他千不该 万不该 背叛了他之后 还把他给软禁起来 试图利用他 还杀了他的阿末 他狠狠地 把徐奥的脸 踩在他的脚底下 脚下的身子 已经冻得冷硬 他却丝毫没有心软的迹象 徐奥啊徐奥 你当初领虐我的时候 可曾想过有一天 你也会犯到我的手里 你住手 住手啊 徐夫人很想冲上来 可是被徐老爷 死死地握住手腕 怎么都挣脱不开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他的儿子 这样被人侮辱 他目尺欲裂 林若 你这个贱人 贱人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的傲儿 你怎么可以 那你又怎么能这样对待我的女儿 大门外人影晃动 是一身亮蓝色长袍的林冲 卢奇已经把当初救回弱儿的事情 一件件 一桩桩的 全都告诉了他 徐家的人 是有多么的不要脸 此刻才能说 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徐奥 他们怎么就不能这样对待徐奥 林冲一步步 踩着尸体走过去 身后跟着一身黑衣的卢奇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此时林冲就恨不得 宰了眼前这一对狠心的夫妻 徐国舅 惊年不见 没想到你还活着 徐大老爷嘴唇紧敏 脸色发白 他单刀直入 林冲 你究竟想怎么样 说 我想怎样 林冲仰天大笑 笑了半晌才停下来 他拔出腰间的长剑 直指徐大老爷和徐夫人 眼神冰寒彻骨 我要你的命 徐大老爷心中一紧 却没有表现出来 冷笑道 忘了告诉你 方才我和夫人来的时候 就已经让管家散播了消息 现在恐怕已经有人知道 我们夫妻两个来到了驿站 如果我和夫人死在了这里 皇上第一个就要治你的罪 林冲微微挑眉 还有点脑子吗 不着痕迹地看了一眼 躺在地上无声无息的儿子 徐大老爷心中紧绷 现在只想速战速决 快点说出你们的目的 我们赶紧达成共识 再耗下去 恐怕就算把奥尔救回来了 他也会留下后遗症 谁说我要和你达成什么共识了 林冲挑眉走到林若的身边 踢了踢一动不动的徐奥 方才他亲眼瞧见 女儿把五花大绑的徐奥一顿好打 他动手的时候眼珠子都是红的 若不是皇上在身边看着 不让徐奥这么快就死 恐怕现在徐奥就已经不在人世了 而现在徐奥还是有点用处的 他拍拍女儿的肩膀 能感受到他紧绷的身体和压抑的气息 他现在肯定是想把对面的两个人分尸吧 心里该有多恨才能这样 这些年徐家的人到底给了他女儿多少气瘦 想到这里 林冲的面色当即阴质下来 本来还有些演戏的感觉 可此时却是真真正正的恨之入骨了 他冷眼瞧着徐大老爷 好 废话不多说 我只问你 当年徐奥苦心积虑的讨好弱儿 究竟是早有预谋 还是有一分情谊在里面 徐大老爷很想回答是早有预谋 本来就是早有预谋的事情 他就是看中了林若在林冲心中的地位 所以才让儿子去追求这么一个母老虎的 要不然他的儿子怎么会舍尽求远 非要去迎娶那么一个恶毒的女人 可现在他的奥儿还在林冲妇女的手中 为了他儿子的性命 他当然不敢这么回答 他咬咬牙 当初奥儿是真心喜欢林若的 是吗 林冲一字一字都是从牙缝中挤出来的 事到如今 他们竟然还想说谎骗他们 林冲怒得一脚踹向徐奥的尖头 这一脚用力之大 直接踢碎了徐奥的尖头 咔嚓一声巨响 昏迷中的徐奥梦哼一声 嘴角溢出一丝鲜血 可没有醒来 奥儿 徐夫人怒视林冲 你问话就问话 为何要动手 当然是为了惩罚你们的谎言 我现在只想听真相 真相懂吗 再不好好回答我的问题 那么下一脚就是他另外一个尖头 徐夫人敢怒不敢言 如果刚开始 他还笃定林冲他们不敢动手 可此刻他们都已经下了手 已经容不得他怀疑了 他死死地咬住牙关 担忧地看着昏迷中的儿子 他躺在地上 地上是一堆厚厚的鸡血 他衣裳单薄 恐怕撑不了多久 他就算不懂医术 也不懂武功 可也能看出儿子的胳膊 以诡异的姿势 掉在那里 方才林冲那一脚 恐怕直接踢废了 儿子的肩膀 他紧紧地咬住牙关 惊恐地盯着林冲的脚 生怕他再下脚踢他的儿子 他声音带着哭腔 你说 你说 我们再也不撒谎了 我再问一遍 当初你们需要追求我们入耳 究竟是有感情 还是另有打算 是另有打算 徐夫人赶紧回答 可他也不是傻瓜 他紧紧地看了看四周 发现没有别人之后 才急声道 当年是我们老爷多犯打听 知道林若是你最受宠的女儿 所以才起了别的心思 想让林若成为奥儿的助力 可他如果知道 最后是这样的结果 就是打死他 他都不会同意 让奥儿 娶这么一个儿媳妇 好 好 林巡抚死死地咬住牙关 这一次却果然地没有踢徐啊 他血红着眼睛 手中的剑柄几乎要被他捏碎 他身后的颅棋毅然 死死地捏着手中的长剑 却在努力地隐忍 那么 我再次问你们 若在你们府里这几年 可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 徐夫人认真地回答 可却找不出什么 可以挑剔的地方 除了林若不让儿子纳妾 对他和老爷 基本还是很有礼貌的 刚进门的时候 他也曾经每天都去晨婚定醒 可是他看不惯林若的作风 所以就不让他去了 而且林若刚进门的时候 对他这个婆婆 还是相当恭敬的 处处伏地作小 也是因为他看不惯 他如此善妒 不但打发了儿子房间里的通房 还把他们毁了容貌 不但如此 竟然还把后院里容貌美丽的丫鬟 全部都给打发了出去 这分明善妒啊 他就是看不过去 所以处处地开始找林若的麻烦 后来林若终于忍无可忍了 所以才开始反击 可这些能怪得了他吗 他瞧着儿子这么大的年龄 还没有子嗣 他能不担心吗 他当然要费心 处处找林若的麻烦 想让他松口有什么不对 因此听了林寻福的问话 他咬牙道 他错就错在太过善度 这世上哪个男子 除了乡下没有钱养妾似的 哪个不是三妻四妾 而且林若入了我们徐家的门 多少年都无所出 这本身就已经是错了 七出之条 无子便是严重的不足 他们傲儿没有把这个女人给修掉 那就是他们徐家发慈悲了 好 林寻福果然咬紧了牙关 这一脚也没有踹下去 他继续问 你们当初选择和我们林家联姻 究竟有什么目的 这一次是徐老爷回答的 他冷冷道 有些事情我们心知肚明 你何必再问 林冲抬起脚 坐视要踢 说 当然是为了我们徐家的后世子孙 徐大老爷恼怒 却不得不回答 你是藩省的巡抚 你以为我的儿子娶你女儿是为了什么 自然是为了能第一时间知道边关的战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